每周巨型红山宽可以阻挡三个车道 树高可以与自由女神比肩 两千多岁的树林 相当于在秦朝时就开始生长 那它们为什么会长得如此巨大且长寿呢 现在我们来粗浅地了解一下它的生存法则 体积巨大的关键并不在于年龄 而是地理环境 常年湿润的土壤 加州搅好的阳光 海拔没有高到太冷 也没有低到太干 加上千年来没有人为破坏干预的营养生态 这些都为红山树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组合 这样的条件只在美国内华达山脉的西坡 一条狭窄的地带拥有 虽然人们经常拿它与西海岸边更高更瘦的红木混淆 也在加州的森林里常见 但这里才是巨型红山树生长的最理想环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环境决定了你的生存状态 在将军树的环境里生长 周围也近是一两千年的参天大树 红山树在巨型森林里有着四千五万年的统治地位 而这也只是红山树两到三个生命周期而已 因为两三千年的树林对于它们来说很普遍 似乎红山树没有固定寿命 藐视死亡 它们做到了极致 虽然连一百岁都很难做到的人类 无法真正了解它们到底能活多少年 但是我们知道红山树可以生存的这么久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们可以在受伤后自愈 并且继续生长 因为巨型红山树可以适应周期性的自然火灾 它们的树皮厚达46厘米 纤维含量极高可以抵抗火烧 保护树木免受重大伤害 但如果火穿透树皮烧伤树木 就会留下如今你看到的各种伤疤 但只要树还活着 它们就会用新的生长来慢慢自愈 也许在树看来 这些伤疤并不丑陋 那更像是战胜磨难后的勋章 受伤并不可怕 磨练后的成长才最可贵 你觉得自然大火对于森林来讲是一种灾难吗 其实并不一定 这一片几乎都是被前一阵的森林大火给烧了 也是一种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吧 因为火是巨型红杉树千年轨迹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说起火的作用 要从它还是一棵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眼前巨型红杉树的种子 其实只有燕麦片大小 对于一个种子来说 想长成一棵巨树 无异于在生命的转盘中要足够幸运 落在石头地上 落在枯树枝上 被松鼠吃掉 幽苗生命的搁浅等 都无法长成大树 为了增加生命的机会 红杉树会产生数百万的种子 一个鸡蛋大小的果球中 就仅仅握着200颗种子 9万1000个红杉树种子 仅有一磅的重量 如果没有火 红杉种子可能在果球中封闭保留长达20年 当有大火燃烧时 产生的热气会使果球变干 被释放的种子如雨点般落在被大火清理后的土壤上 以留下来的灰烬作为肥料生根发芽 火也可以清除土壤中的害虫细菌 几千年来 每三到九年就发生了一次闪电大火 也会照常烧掉一些中小树木 清理积压 剁叶枯枝 减少树木间水分营养的竞争 增加森林中阳光照射的空隙 研究也表明 在有火痕裂缝旁的年轮纹路会长得较宽 那是因为经历一场大火过后 红杉树往往会在几年内长得更快 这也是由于周围竞争养分的植物都被烧掉了的原因 所以大火在烧毁大树的同时 也在为新生代树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无疑火是森林自然规律的推手 也是红杉树成长的必经磨难 可见有时困难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是机会 是历练 更是成长 在自然面前 人类的智慧有时可能只是自作聪明 现在我们知道了红杉树需要频繁的自然火 才能持续繁殖 在19世纪欧洲移民者来到这片土地之前 这一切都在正常有序的进行着 直到19到20世纪近100年的时间里 当时的公园管理局自认为要保护红杉树 几乎将所有的森林火都扑灭了 而事实和时间证明人们错了 那段时间的新树生长形成了断崖式的下降 没有新树的生长 只保护老树 显然这是干预了自然规律 而强加干预的后果远不止缺少新树生长 这么简单 没有了周期性的森林燃烧 灌木丛变得茂密 挣夺了本应属于正常树木的养分 遮挡了幼树需要的阳光 地面枯枝树叶的多层堆积 使得落下的种子没办法深入土壤发芽 更严重的是 当正常的森林火来临时 这些本应被小火烧掉的成堆木料 会使得火灾演变得严重不可控制 2015-2021年间的六场大火中 超过85%的内华达山脉巨型红杉树林被大火烧毁 而上个世纪只有四分之一 仅2020-2021两年的大火中 就有8000-1万颗近20%的巨型红杉树被毁 难以控制的大火不仅损害着自然 也侵蚀着人们的环境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人类那一个世纪的错误 和日益变暖的气候 虽然一个世纪的失误不足以威胁到千年树木的未来 但是目前人们可以做的就是要及时纠错 推广科普 并适当点燃一些木料 希望可以对自然生态能有一些补救 刚刚我从红杉树的博物馆里面出来 学习了一下这个有关于红杉树的一些知识 一百年的森林教训告诉人类 要有足够多的幼树 经受住昆虫疾病 气候变化 以及火灾挑战 才能成为让后代乘凉的帝王巨山 你觉得一棵千年巨型红杉树最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现在站在一个巨大的树桩上面 也许在自然规律中可能被森林火烧或因风吹雪打而倒下 但是当有人类介入后 他们有了不同的结局 除了被砍发 他们还有可能被牺牲 做展览 这棵以马克吐温命名的大树 最后的结局是 为了世界名誉 1891年 纽约市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想要展示一棵红杉树的横结面 向更多人展示它的巨大 于是 这棵巨树便被选中 做了牺牲 它曾有91米高 花费了两个伐木工13天的时间 才将这棵树砍倒 当时的一个横结面被运往了伦敦大英博物馆 另一个目前依然展览在纽约 以横结面的故事 作为结局的千年古书 远不止这一棵 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的小故事 在谢尔曼将军树的徒步园里 有一个巨大树桩横结面的展示 从它细密的年轮中可以推断 这棵树曾活了2211年左右 年轮中的火痕表明 这棵树曾至少经历了大小80多场火灾 一生顽强的大树 在最热的大火里都能幸免于难 但最后的命运 居然输给了一个小木屋 1950年 公园砍倒了这棵树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倾斜 威胁到了一个建在它下面的出租小木屋 现在 公园将这个故事展示在世人面前 评语道 现在的游客终于不用担心 一个长了2000年的红山树 会在半夜它们睡觉的时候 砸落在它们身上了 而千年古树在倒下后 依然还在为后人展示着 它们粗壮的树干可以抵抗腐烂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变 今天你看到的景象 与这张1900年时的照片比较 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 千年来总是这么微妙神奇 在红山树被人们极力保护的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它们应该造福人类 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站在它的脚下 你会怎么想呢